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 披露 这个是Python用来处理图像的基础库 因为最近我开了一套小马AI的课程 其中就有很多关于图像处理的技术需要掌握 今天我给您讲的披露 就是其中要掌握的技术之一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咱们首先先看一下披露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好 这是披露的官网 其实就是它的Github 这个其实是它真正的官网 它其实是来自于PL库 不过PL已经不在维护了 所以说它接手继续维护这个PL库 咱们其实import的时候用的还是PL OK 怎么用 咱们先安装 用Pip方式进行安装 我已经安装完成了 咱们看一下 PIP list 大家请看 我已经安装了Pilo 版本是6.0 现在是目前的最新版本 OK 那咱们怎么用 马上开始 是这样 有朋友说图像处理 我现在工作中用不到 是这样 以后像我做AI课程的话 咱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做图像术组的处理 所以说图像处理 对于我相反AI课程来说 是非常重要 您一定要学习 好 咱们先小心 马上开始 咱们先看第一段代码 获取图像的基本信息 马上开始 我说建文件 好 考上咱们的代码 一行一行给您讲解 首先 import这个Pilo库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打开 我本地的一个文件 mylogo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看一下 mylogo图片 那请看 就这么一张图片 好 咱们把它打开 咱们记着图片的样子 OK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咱们用厦门这几个命令 来看一下图片的基本信息 非常的简单 好 咱们看文件名 格式 模式 大小 以及最基本的信息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 然后是man 一回撤 大家请看 文件名 是gpj格式 然后是RGB模式 然后它的大小 以及它这个图片的 基本的信息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是这样 有朋友说 这个image对象 还有哪些其他的属性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虽然给它屏蔽掉 但是咱们可以试一下 它有哪些 咱们可以利用的属性 我现在给您打出来 用这个DIR的方法 咱们看一下 看这个image的这个对象 咱都能调用它 哪些属性 OK 马上试一下 清空 go 这个其实看的并不明显 稍等我把上面这几个 把上面这个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一下 它都有哪些常用的属性 清平一下 然后开始 大家请看 这些属性 是pj这个image对象 常用的属性 这个有幸运的朋友 今天我会慢慢给您讲到 像这个缩裂图 对吧 泰尔模式 都会讲到 OK 接下来 它有一个命令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常用 这是干什么 这个是一函数 我要取得这张图片上 某一个点的RGB的值 非常的重要 以后咱们会讲到 尤其咱们在这个图像分析的时候 肯定会用到 咱们看一下 我现在要取 128乘256 这一个点上的值是多少 试一下 它反而是一个RGB的值 看一下 192-240-255 就是这个点的RGB最高 就反映回来 没问题吧 OK 这是最基本的图像 基本信息的获取方式 这个您要掌握 我都给您演示一下 包括下面 咱们接着把它看 第二个例子 我给您演示一下图像的变换 我考虑过来 然后给您讲解一下 好 咱们读取刚才的这张图片 没有问题 然后有一个image对象 然后咱们把它转换成 大家请看 转换成 这是转换的格式 转换成一位像素图 八位灰度图 以及八位彩图 有朋友说 你这个E 这R大P 这都什么意思 是这样 我这给您举办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 记载着图像的模式 咱们就可以来做 咱们自己的相样的转换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个网站 咱们看一下 这就是披露官网 大家请看 这些就是图像专有的模式 我刚才用的是E 用的R 用的大P 还有RGB RGBA Alpha通道的 等等都可以 CNYK也有 都可以 咱们就可以电用它 所以说 有朋友说 我这不理解 你的一个字母 什么意思 我给您看到了 网站的官方文档 OK 那咱们就试一下 看看一位图 八位灰 八位彩度 都是什么样的转换结果 试一下 OK 转换完成 非常方便 出来了 看一下 一位图 看起来 真的 这噪点太多 八位灰度 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 八位彩色 但八位彩色 看着背景 还是有点斑点 就不如圆图 看着舒服 因为我圆图是16倍 对不对 OK 这就是最基本的 图像转换 好吧 再接下来 图像减切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有这么一张图片 对不对 我想切出其中的 一个区域的内容 然后把它存成 另外一张图片 该怎么做 很简单 拷贝过来 这是咱们学习图像 处理的非常基础的技术 大家请看 我打开图片 然后用这个crop 用这个方法 然后从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开始点到结束点的坐标 把这个位置的内容 切出来 然后存成一张图片 可以吧 马上看结果 我的代码 最后都会放到 这个github 放到看中国上去 好 go 成功 看一下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圆图是这张图 然后我呢 把这个女士给切出来了 是吧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坐标指令 就是这个女士的坐标 对吧 好 ok 稍等画地图 删一删 好 接下来 咱们下一个例子 图片的旋转 这个也值得一说 拷贝过来 咱们让这个图片进行旋转 怎么旋转 咱们看一下 我这写了一个30度 让图片进行30度旋转 负30度 是这样 30度代表什么 代表逆时针旋转30度 负30度呢 是顺时针旋转30度 这个呢 是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扩展模式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在旋转这张图片的时候 如果这个图片的边界超出了原有图片的大小 那这个图片的大小 要不要进行扩展 我这个选择是处 就是要嘛 对吧 然后前两个我什么都没有指定 就是不要 然后中间这个是图像转换的算法 一般我都用这个最接近的算法 好 其实它这个还有好多其他算法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 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旋转这三张图片 清空一下 好 完了 咱们看一下 首先咱们看逆时针旋转30度 咱先看原图 好 然后咱们逆时针旋转30度 转了吧 然后顺时针旋转30度 也转了 然后逆时针旋转30度 同时扩大图片 没有问题吧 大家看这边边去 就是把这个图片扩大了 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进行一个转 就扩大了 OK 这就是简单的图片的旋转 其实并不是很难 OK 接下来调整大小 因为我这个视频不想做时间太长 所以说我讲的快些 好 咱们看打开图片 然后用resize方法进行调整 调整的大小是 大家请看 200x200 就是说我把这张图片的 不管以前多大 我都把它变成一个200x200的 这么一个解析度的图片 马上看结果 把我刚才的这些图片 把我刚才的图片都删掉 OK看一下 够 好完成 看一下 小了是吧 以前是这么大一张图片 现在呢 切成了200x200的正方形 对吧 OK 都不可能 接下来宽高曲半 怎么做 以前是这么一张图片 对不对 我想把它resize成 宽也是一半 是高也是一半 该怎么做 很简单 对吧 咱把这图片读进来 然后这个图片里面 就带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宽属性 一个是高属性 对吧 我把它们各减一半 然后再存盘 不就可以了吗 试一下 我把刚才的图片删掉 好 咱们试一下 够 好 完成 看一下 怎么样 是以前的四分之一了吧 以前这么大 现在呢 变成这么大 OK 好 非常简单 接下来 画图写字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拷贝过来 好 咱们看一下 打开这个图片 然后获取画笔 是这样 咱们不光是这个Pillow 其他的这个GUI的 这些个API库 都是要有画笔的概念 包括这个海维座图 都是一样的 咱们通知这个方法 获取画笔 然后咱大家请看 画一条线 画一个巨型 画一个椭圆 或者画圆形 都可以 然后再往上写点字 非常简单 不是很难 咱们一个一个看吧 好 好不好 咱们从 我把这几个都屏蔽起来 咱们从画线开始 要指定一个坐标 然后马上去画 看结果 我把刚才这个删掉 好 咱们看结果 马上运行 好 应该是画出一条线 大家请看 画一条线吧 没有问题 红色的 为什么是红色的 因为这个地方指定了颜色 这指定宽度 好吧 OK 接下来画一个巨型 再来一遍 OK 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画了一个绿色的巨型 没问题 接下来 咱们再画一个圆形 我这个指定是椭圆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两个 长直径跟高直径 设的值不一样 好 咱们试一下 好 看一下结果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抓一个椭圆 这个blue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我把它改成这个2 把它变成红色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很明显了吧 这个位置 多了一个椭圆 好 接下来 写文字 这个我得给您多说两句 咱们如果想写字的话 咱们首先 要调用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 必须是你本机环境的 一个绝对路径 指明我用哪个字体 进行写字 好吧 然后后面是字号 我是用这个微软的哑黑 这个字体进行写字 写什么字 大家请看 在00这个座位位置 写上一个pillow is good 这一个非常好用的 一个酷 对吧 好 咱们试一下 OK 看结果 出来了吧 pillow is good 黄色写出 这就是最基本 最简单的pillow的使用方式 下面这个例子 我就不给大家举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p处理 我在本地去寻找 所有的扩展名 是gpg的文件 然后寻找完之后 把它进行循环 然后把它所有的文件 都减半 再存盘 就这么一个逻辑 有兴趣朋友 可以去试一下 OK 然后关于图像处理 其他课题 我这也给您简单的说一下 以后咱们都会用得到 比如说图像的合并 图片的反转 然后是蒙版切除 咱们想切除图片中的 某一个位置 对吧 包括这个gf的制作 怎么制作一个简单的动画 对吧 透明背景很重要 像素计算 以后咱们会有大量的像素计算 需要用到这个num牌 包括这个人脸识别 以后咱们会用这个opencv 我来给您实现 同时马赛克处理 比如说咱们抓张图片 分析这样图片的特征 在局部位置 咱们要给它打马赛克 该怎么做 包括这个屏幕拷贝 这个今后咱们再做这个游戏 AI编程式会用到屏幕拷贝 咱们是针对拷贝后的图片 进行分析 对不对 所以说今后的图片拷贝 也会用到披露的技术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图片处理的 披露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我希望您能够掌握 这样对于今后 您学习小马AI的其他课程 会很有好处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穿到优酷 B站 包括YouTube 公司下载观看 最近好像我又准备穿优酷了 好 这视频就这样了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放